传宇老师 关于老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不良风水 会让我们赚钱很辛苦吗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 个人的八字面 个人居住的环境 当你居住在不同的环境 你就有不同的命运 是 所以什么样的不良风水呢 容易让人赚钱很辛苦的 第一个就是 高楼逼押 窄向当前的窄物 你看这个房子 这个向是不是很窄 只有摩托车顶上 停下去都满了 对 车子都没办法开过去 车子都开不过去了 是没有车可以拍的 后面这有高楼 有没有 后面这有高楼压迫了 这个蓝色 这是一个高楼玻璃帷幕 所以旁边都是高楼 把这些房子围在的 所以你想想 这个桌围 我在这个地方 有高楼 存在这个地方 你就有压迫感 对 你说一个高个子 在一个矮子在那边 你就也有压迫感 一样道理 人就这样 自动就会有那种感受 大楼也是一样 所以居住环境 也是跟这样同样等能量 当我在那个大楼旁边 我是一个小房子的时候 我的能量就受压 我前途 往外面想要去赚钱 自然就会辛苦 那这个 不是只有高压 高压就是我做生意 外围的能量都比我太强 所以你要去跟他做生意 有些大的机会 你不敢踩下去 永远都踩到最弱的地方 那房子它这个地方 又面对面都这么宰相 你如果居住到这里面 你想想这是会什么环境 常常就是菜市场 对 或是最老旗的 那种比较违章多的地方 那我们在台湾的环境 你讲说违章比较多 最老旗的房子的时候 四五十年以前那种房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想 那个房子的项都很窄 所以他一辈子拼命拼命 养了小孩 养大之后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他有没有伸到钱 没有 没有 当你的居住完 一定要有钱面 为前面叫做前途 明朗 看得出去的宽广 你宽广越舒服 你的钱财赚得越轻松 你看出去的时候压迫 你赚钱就辛苦 所以你前面的一草一木 都跟我有相对关系 所以我们都市房子的时候 这些建筑物每一栋都跟我有相对关系 所以选择 宽敞明亮的房子才是好的风碎 这是第一个 才赚钱不用那么辛苦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叫做斧头刀 龙尾煞气的载物 什么叫斧头刀龙尾煞气呢 我们看这个建筑 乡下 哇 它名堂很宽 你看这栋房之后它独栋了 外面看出去就很漂亮 但是刚好你住在庙边 庙边的像这里是不是一个派楼 那这个派楼有没有像一个斧头 有 这样子 很厉 所以这个斧头就在你的侧边 这个房子在这里的时候 它有一个侧边 切过来 你想想一切下去的时候 那个能量一切 风顺着墙壁打过来的时候 像这个风顺到这个墙 就在那边老流了 这个气流就在那边炫 气流在炫的时候 这个房子里面的温度就不稳定 温度不稳定就产生了湿度 所以它就产生了什么形象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它是斧头 就是你的左右 为人不明 所以你外面出去 常常都碰到那些无鬼小人 所以像这种情形 就会你 你出去赚点钱 很辛苦赚来的时候 旁边的朋友 设计你 要去买什么做什么 就可能投资下去 就不见中阴 就会有这种状 就是斧头煞 那龙尾煞呢 上面这个 这个有出来 这叫龙尾煞 龙尾煞 就会造就 住在里面的人 逃混混 闹顿顿 所以常常你就会 产生意外雪光 连骑车一下 常常就撞了 哎呦 撞了很辛苦 又花壁钱又花掉了 就花掉了 所以这种状况 就意外雪光 就连带给你 外面的小人绝彩 所以自然而来 住在这种房子 赚钱也辛苦 而且又存不了钱 所以要特别注意说 他本身独栋 桌围都没有什么房子 那也叫做孤寒 孤寒 孤独一个人 旁边没有助力 那又有一个 龙虎煞在的 龙尾煞在这个地方 又斧头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又被你劫彩 所以我们要选择房子 一定选择 桌围能够平具 能够说有最好房子是什么 棋盘式的建筑 他的动机 至少要有六米以上的动具 有六米以上的动机 基本上来讲 就不会有压迫感 自然而然就可以 纳到好的去 纳到旺气 赚钱就不辛苦了 所以现在名堂要宽广 不要太过必要 了解 好的 谢谢老师